周杰伦惊喜担任昔日五月天演唱会嘉宾,组成周五联合团队,一连演唱经典曲幕后,也不忘入镜随俗讲了许多垃圾话,隔天也在IG上传合照,光是照片就已经够令人激动了。 他还惊喜宣布每周五都会出一首合作单曲,听起来怎么样?消息一出马上就引来十几万人点赞,就在每个人都疯狂兴奋敲碗的时候,周杰伦当天下午就在脸书上浇了大伙一桶冷水,玩笑话,大家不用太认真,许多粉丝纷纷崩溃,不,我希望是真的,我很认真因,也有人玩着文字游戏, 希望可以玩笑成真,每周五一首合唱就好,周五来个演唱会吧,另外,演唱会当天,五月天带领粉丝轻唱千里之外,没想到越来越小声,让周杰伦笑问,怎么越唱越小声? 阿信接着说,他们已经被五月天训练多年,被歌词的程度已经废掉,周杰伦反映快速的响应,这点跟我很像,你字幕机还蛮多的,让现场笑成一片。